你有主動跟對方聯絡嗎 或是跟台哥 主要是忙我們這塊的事情 就是Energy跟其他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直播說法 其實可能也沒有到那麼嚴重 大家可能有點太認真了 其實公布那天當然小小的失落 我自己會覺得比較遺憾的就是 節目沒有入圍 對 因為其實紅隊 花園大紅隊一直來都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對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塊比較稍微難過一點 那KID有抱怨嗎 不會吧 對啦 就只覺得可惜 只是有稍微抱怨說話 不是抱怨 恭喜憲哥就是入圍了三項 憲哥說你們很酸 你們都說都你得就好嗎 沒有啊 我就說好希望你可以上台領獎 OK 打到萬恆大光顧金鐘五九別灰心 他將以Energy身份和日本舞團Arvin Vardy 挑組曲合體表演16噸 日本舞團到跳得很整齊 你會想不到趕快加緊再練習整齊嗎 有些事情不是加緊練習就... 我相信我們會盡力啦 一定會呈現出最好的表演給大家 他們都幾歲了 我不知道應該20出頭吧 我們是40出頭 可以不用再重複強調這件事情 台智元之前單方面宣布 木曜寺超晚初代主持群六大金剛推移 合作四年多被單方面分手 當時昆大經紀人錯二表示 沒收到通知 你有主動跟對方聯絡嗎 跟台哥 可能最近也比較忙 訊息都沒有可能 主要是忙我們這塊的事情 就是Energy跟其他的工作 其實狀態跟KID是一樣 對 他們繼續合作的這個部分模式 其實我們當然都覺得 只要節目有需要 我們都一定還是會出現 那之前好像有抱怨你跟KID的外面比較多 不至於這... 台哥不太會這麼抱怨你 那你這樣跟台哥會尷尬嗎 也不會耶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直播說法 其實可能也沒有到那麼嚴重 大家可能有點太認真了 因為台哥可能會覺得 這個節目就是一直要求新求變 就是各種可能性都有 哪一天可能我沒有再加入 又是另外一個氣象 就是有可能